大批远警破门攻坚 特定嫌犯趴下 随即上靠逮捕 警方掌握情资 黄信主贤设立诈骗机房 在网路刊登投资广告 标榜保证获利 诱骗民众加好友投资 不少人砸钱购买游戏除资金 却写本无规 在诈骗集团 信以黄信主贤为首脑 指挥旗下成员进行 网路转帐 及诈欺车手取款 洗钱等办行 经手的征判 涉及假投资 假冰警等诈骗手法 不法索得运薪台币 千万元以上 警方调查发现 诈骗集团谎称 可以破解博弈游戏网站 要求被害人照指示 购买除资金 等到他们想拿回获利 遭嫌犯推托才惊绝受骗 警方调查发现 有不少被害人是家庭主妇 损失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查过主刑王某的 十七名犯刑 现场查扣 手机 电脑主机 银幕 笔记型电脑 能够账户 存折金融卡 及现金新台币 87万元等张证物 全职妈妈原本想兼差赚外快 没想到却被诈骗集团 洗洁一空 欲哭无泪 警方呼吁 民众投资理财 还是要循正当管道 以免得不偿失 记者邱世民 台北采访报导 都不得了